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游戏主播女流英文黑神话 悟空,吃了文化的亏被封直播间登上热搜后 首次回应这件事真的生气气 黑神话悟空,贺仙人身份或DLC反转 网友一句杀贺救世妹 游柯杨齐正面回应,一宝动物,施主何为 黑神话,悟空确定出DLC了 游柯投资人无占爆料 DLC正在开发,最快明年8月上线 继黑神话,悟空盗版赶卖29.9块后 又出了一个中外结合的新盗版黑神话 悟空,这次能卖多少钱 主播张大仙满着粉丝偷偷上央视点评黑神话 悟空后,直播不戴仿晕3D眼镜 英文黑神话,悟空二周目 网友,不晕3D了吗? 大家都知道,现在黑神话 悟空已经成为一款现象级的单机游戏 是国产3A大作的开山制作 黑神话,悟空自8月20日正式上线后 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的发售时间了 那么它的销量如何? 它给出的销量答卷很厉害的 算是国产游戏发展时尚的奇迹之作了 目前全平台已突破了2000W的销售大关 总收入约是9.61亿美元 换算的话,大概就是68亿元左右 黑神话,悟空一经上线 就广受国内外玩家的喜爱 这种破天般的流量是可遇不可求的 为了第一时间抢到黑神话,悟空乐度 很多主播都坐紧时间去玩黑神话 悟空,国产单机一节的女流也不例外 不过女流在第一天因玩黑神话 悟空吃了文化的亏 被封直播间登上热搜 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说起女流 她不仅学历高有文化 而且颜值不错 关键是打游戏的操作能力也不差 这样的游戏主播谁不喜爱呢? 那么女流的学历到底有多高呢? 这样说吧 她是六年某省的高考状元 清华本科生 北大研究生 可最后因为个人喜爱 选择了游戏直播赛道 并没有选择继续在学历上出国深造 女流在第一天玩黑神话 悟空是就遭受了取这一第一男 当时女流在跑图搜索物资 正好看到游戏场景的墙壁上 诱服这些内容 在直播间观众的起哄下 女流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解读 结果因为念经的缘故 直接被某音的操管给拿下 直播间被分进了整整十分钟 不过确实影响了女流直播间的热度了 好在十分钟之后 女流又重新开启了直播间 乐观开朗的她还自嘲到 就为你们牛不牛 也就有人带你们看这些内容了 其实大家知道 虽然现在信仰自由 但明确禁止公共场合进行传罪活动 更何况女流做一位主播 她直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很强的 但不必担心 女流也只是稍微提了一嘴 现在来看 并没有影响后续女流直播完黑神话 悟空 这次女流在直播时 就说到了自己第一天玩黑神话 悟空被封直播间十分钟一次 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又生气又无赖的意思 还教授道 当时真的是很生气气 同时女流还提到自己以前开小号在某英直播 因为有给北平买饮料打广告的嫌疑 也是突然被某英超管给封直播间了 就跟第一天玩黑神话悟空一模一样 不过事后女流还早不说某英是真的可以带货直播的 某英超管封女流直播间 不只顺势救了一下女流 而且还是自救 你是想下 某一大主播直播公开念佛祭 虽然佛祭是可以传播 自己信或者科普都没关系 但是传祭就不行了 再加上直播又算是比较突发的情况 损害人员通常没办法核实 你是不是在传祭 一旦出现相关内容 最妥善的方法就是先屏蔽掉再处理 如果漏放一个可能是非常大的事故 犯错误总比丢犯婉强 现在说起黑神话 悟空这款国产3A大作游戏 相信大家并不会感到陌生 那么什么是3A大作呢 简单来说就是极高质量 高体量 高成本为一体的单机游戏 要知道单机游戏确实不少 但精品单机游戏 可以被称得上3A大作的单机游戏 却少之又少 好在黑神话 悟空就是国产3A大作游戏的开山之作 广受国内外玩家的欢迎 成功走出了国门 可以对外输出中国文化 而无旦作为游客的天使投资人 他会演如剧 年仅29岁的他就看好游客 敢为游客投资一个多亿来助力黑神话 悟空尽快上线 而当无旦在接受外媒采访时 他明确表示不需要另一个6年来 开发中国神话的下一款游戏 同时也表示说 目前黑神话 悟空的DLC已经进入了开发阶段 有了无旦这句话 让不少国内玩家吃了颗定心丸 心想着有机会可以大闹天空拯救四妹了 可你们知道吗 虽然现在黑神话 悟空游戏中的贺仙人NPC口碑很差 网友恨不得立马大闹天空杀贺仙人救四妹 但贺仙人真的该死吗 其实能从王林关哪里亏得真相一二 王林关在《西游记》原著小说中的口碑非常好 他的排位前好像写着心存邪癖 任而烧向5.1 时身正大 见无不败又何妨 就在我们要击杀王林关时 贺仙人跳出来了 堪称伏笔大师 且要他一命 为什么要饶命 都递几次了 我来了几次了 天上的买卖 这买卖什么时候能破坏 练成金丹真的练了还是假的 上天来去天在哪什么时候能去 短短几句话全是伏笔 笔者真理大胆推测 目前四妹应该没事 不说别的光是重生之后孙悟空的强大实力 就是四妹安全的保障 现在对于贺仙人来说 拿四妹练丹已经是高风险低回报的事情了 已知几百年的小妖 能练多好的丹药 为此和孙悟空结个死仇 贺仙人后半辈子别想安生了 相反活着的四妹是个不错的筹码 而且重生神徒可是贺仙人与猴子有救 当年西游请救兵 所以贺仙人就来了 身旁带着太上老君旗 然后重生神徒的九天称圣提词 可以得知 这位本身就是大佬 然后出场就能喝死亡灵关 对猴子称呼是胡孙 爱恋丹 这么多信息加起来 你猜他是谁的化身 大概率就是太上老君那一派系的 当然网友在微博上说 杀贺仙人就四妹时 有个杨齐正名回应 一宝动物 施主何为 或许推真话 悟空真的出DLC时 贺仙人身份或将反转呢 其实白眼是西王母派系的 是仙丹供应链的生产者 提供仙丹的原料 贺仙人是老君派系的 是产业链的执行者 负责炼制丹药 亡灵关是玉帝派系的 是这个系统的监管者 监督贺仙人 监察白眼 以防他们生出不该有的心死 所以白眼白了 成了天庭的狗 贺仙人有话也不能明说 只能暗自提点 黑神话 悟空作为首款国产3A大作 他之所以能风靡全球 是因为他真的很厉害 那么他有多厉害呢 笔者用我大学心理老师的话 来大致表达下巴 首先我的大学心理老师 是一位50多岁的教授 对于他来说 电子游戏算是新鲜玩意 他平常指定不太支持 孩子们玩电子游戏 因为害怕网络上智 但他在网络接触过黑神话 悟空后 他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 他身在黑神话 悟空算是开启了 国产3A游戏领域的星际人 类似流浪地球大片 之于中国科幻电影的意义 他还说黑神话 悟空通过游戏 来向全世界输出中文文化 对国人来说 是件很自豪的事情 那么黑神话 悟空自霸月份上线至今 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 大多数玩家都已经全部通过 就期待着DLC早早上线 来再次登录完黑神话 悟空游戏 结果游戏甚至是在 全平台突破2000W销量大关的时候 也没出来官宣一下 这实在是太人沉住气了 更别提爆料DLC内容了 只能通过别人口中得知内幕 这部 游户投资人无旦爆料 DLC正在开发 最快明年8月份上线 无旦作为游户的天使投资人 他在29岁时就会远时人 给游户投资了1亿多元 让游户缓解了很多方面的资金问题 一段时间之前 无旦在接受彭博士的采访时 就一阵延迟的说 我们不需要再用一个六年 来开发中国神话的下一款游戏 现在黑神话 悟空DLC已经在开发阶段了 当无旦提及黑神话 悟空 那眼神中有光 一副自信满满甚至骄傲的形象 随后无旦还继续补充说到 黑神话 悟空DLC将类似于 爱尔登法环的黄金术幽影的扣 希望到时DLC能推动本体的销量继续增长 然后关于DLC发售时间 不但也表示预计最快也就是明年的八月份了 也就是黑神话 悟空本体正式上线后 整整一年的时间 在这里期待一首大安浪天宫救世妹的DLC 那么为什么蜘蛛精四妹在黑神话 悟空有这么高的人气呢 简单来说游客太会塑造角色了 用了很少的篇幅 却把蜘蛛精四妹的形象塑造得有人有脚 在黑神话 悟空游戏的第四章中 我们天命人被抓被毒倒了 而当我们天命人醒来时 发现躺在床上 而且床头还放着颜兽膏和解毒药 然后我们天命人再往旁边走几步 就会发现有个宝物箱 里面有个宝物处经营代沟 正是防毒的 而且描述是情念断然有爱 流行必定生灾 再加上蜘蛛精四妹是盘发 游客肯定对四妹的剧情进行了删减 不得不说 四妹真的是一位又赛又温柔的女生啊 实在是太A了 或许这就是我们天命人喜欢四妹角色的原因之一吧 不管后续游客怎么出DLC 但真的求一个拯救四妹DLC 大家都知道黑神话 悟空已经是一款现象级的单机3A大作了 风靡全球的他 到底有多火呢 但拿销售数据来说的话 黑神话 悟空在全平台 包括SIM和WeGame等游戏平台 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W大关 创造收入几十亿块钱 不过在黑神话 悟空火爆全网的同时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中了这片市场 开始制作出一些盗版游戏来搏取眼球 这世纪黑神话悟空盗版赶卖29.9后 又出了一个中外结合的新盗版 这次要卖多少钱 一款优秀的游戏不只是以赚钱为目的 而且还一定要有Bellenker的价值观内涵 黑神话 悟空就做得很好 以3A游戏为题 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为精神内核 这游戏不火才奇怪呢 但与此同时 黑神话 悟空盗版游戏也如雨后春春般出现 比如说这款游戏 它甚至还能在Steam游戏平台上发售 售价高达29.9块钱 现在的游戏类型有很多 提供给玩家们选择的游戏比比皆是 玩家们都想追求物美价廉的游戏 那这块售价高达29.9块钱的盗版黑神话 悟空值得这个钱吗 这个问题就忍者见人自者见智了 彼者花了29.9块钱给这位作者做了贡献后 发现还是差点意思 相比之下 价值了300块钱的黑神话 悟空实在是太良心了 首先这款卖29.9块钱的盗版黑神话 悟空的打击感不强 技能操作也十分缺乏反馈机制 再加上80老怪的素质太高 不升级搞装备 被80打一下就掉半管鞋 这谁顶得住啊 完了一会儿就下线了 后来再网上查资料 这款卖29.9块钱的盗版黑神话 悟空游戏中的免费素材 大概率是来自某款MOBA游戏中的 好像叫虚幻争霸 当年它画质和玩法都是非常超前的 现在相比较之下 已经落伍淘汰掉了 然后我还发现有人又开发了一款盗版的黑神话 悟空游戏 这位作者不仅要称黑神话 悟空的热度 而且还要称黑也大批克的热度 这波是双管齐下 两大热门IP游戏都被称了 属实是玩明白了 不知道这位作者 这次又要卖多少钱呢 又有多少玩家会去买单 其实如果这些盗版游戏 能免费共享的话 就挺好 起码没有这么多人去骂 然后在声明下是称黑神话 悟空玩梗的 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度 但话说回来 哎呦不能发电 人力成本和作者心血也是钱啊 BJ也算是花了29.9块钱支持了一下 如果零成本就能做出这样的盗版游戏 不知道有没有像我蛋那样的天使投资人 给他投资几个亿 或许能再出一个类似黑神话 悟空3A大作也说不定 对于一些刚接触单机游戏 特别是魂类游戏的初学者玩家 这种盗版游戏如果能免费的话 是个不错的练手武器 29.9块钱大概率就是一两天的饭钱 或者是给别人一两杯的奶茶钱 虽喝的话还能感到快乐 但29.9块钱的这个定价确实有点贵了 黑神话悟空作为第一款国产3A大作 市正式上线后的短短三天 就突破了1000W的销售大关 至今已经销售一个月左右了 全网销量突破了2000W大关 这算是国产游戏史的奇迹之一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3A大作呢 简明二要来说吗 就是极高质量 高体量 高成本的精品单机游戏 黑神话悟空游戏的上线 让不少游戏主播焕发了直播事业的第二春 比如说王者荣耀张大仙 主玩王者荣耀的他 即使云3D游戏 也是强忍痛苦去玩黑神话悟空 而且张大仙在游戏主播圈子的口碑很好 偷偷瞒着粉丝的他 备样是邀请上电视去点评黑神话 悟空还有大腕的范额 张大仙虽然首次试玩黑神话 悟空时云3D游戏的他很难受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黑神话 悟空的感想 张大仙3A大作的市场 一般都每日等生产出来的 看营业中其实很累的 因为文化不同 游戏沉浸感不高 但这次玩黑神话 悟空让我感到很亲切 不需要去设置里找翻译了 而且无论是人物设计 场景设计 还是说音乐音效都让我很感动 谁说不是啊 外国玩家们玩黑神话 悟空只是在玩游戏 而我们自小熟读西游记小说 看着86版西游记电视剧长大的 我们才是闯走西游啊 其实很感谢黑神话 悟空让笔者我非常享受这个游戏过程 并且我相信 这是独属于中国人极其文化的魅力 黑神话悟空大获成功 以后肯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国产精品3A大作 说完张大仙偷偷上样式点评黑神话悟空后 其实他很晕身地的 8月刚上线黑神话悟空时 张大仙玩了一回合就直接在直播间 当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们露泄了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情 起初张大仙以为自己是没吃饭才想呕吐 结果出了点河粉后 更想吐了 随后张大仙为了玩黑神话悟空 更是直接买了一套防眩晕3D的眼镜外色套装 时隔多日 张大仙在这次直播时 想玩黑神话悟空打二周末 他已经不需要戴防眩晕3D眼镜 也能一文黑神话悟空了 直播间很多网友都感慨说 张大仙终于不晕3D游戏了 但张大仙真的不晕3D了吗 其实还是晕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对像张大仙这些意外玩又晕3D的玩家们有好些呢 答案是有的 在这里建议这些又爱玩又晕3D的玩家们 尝试以下几点操作 第一 关闭动态模糊 第二 镜头震动降为零 第三 画面水平垂直 视角灵敏度下降 减少快速晃动视角造成的恶心感 第四 降低视角变换频率 又不是FBI是设计类游戏 减少无效切视角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